哈清回到北京了 现在天气已经春天了嘛 所以回暖了 现在今天我看大概是9度左右 所以我就可以出来跑一跑了 天晨傍晚的时候 还有点阳光出来摄摄太阳 夕阳 对太阳照着感觉真好 不过因为毕竟还是10度以下嘛 所以我通常还是会带着这个万能筋 这个保护住我的耳朵还有头部 以免到时候流汗又吹风 这样容易感冒 其实风吹起来还是挺冷的 虽然说我穿着高的外套 我才说有点冷 所以我有些件事情 我要多带了一个 这颜色比较素雅 你看很多种用途 基本上我打个单微博 保护一下我的脖子 哎呀这样脖子就不会冷了 双重保护 今天来到的是一个 新河湾生态公园 免费十号 我第一次来 给大家一起探险一下吧 啊 势力很不错 我相信这个到春天的话 这个树都绿的时候最好不错 有一个还是 在慢慢的决动 看来这个是没有跑步道的 今天就跑跑这种原始的土路吧 基本上这是自由跑道 想跑哪是哪 大小平平平的玩飞台 水水水 我突然觉得感觉有种来到 中央公园的感觉 虽然他们有一个固定的跑道 但是跑想特别的自在很自由 底下非常地宽广 很舒服啊 感觉已经在五周了 看下来 好 继续 有点席 小心 过个桥 刚刚往右边 就是往左边看看吧 左边这就铺了一下 软草坪的一个道路 方便 你们行走 这样人就知道方向了 有些人就喜欢有一个固定的跑道 所以就有轨道跑 有些人就喜欢在自由的这种 路径里面创造自己的道路 你属于哪一种呢 跑步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有些种人生思谱 听他说 行转前人的道路铺好的道路呢 你可能就不太需要思考 但如果一旦给你一篇广播的田地 让你自由发挥的时候 其实只要你足够勇敢 也能跑出自己的一条路 看看 这种小桥 现在还有一点冬天 很冷的感觉 但是还是有一种 微眉浪漫的感觉 那我决定往这个 广场的深处 看能够跑多远 有没有敢向前探索 继续穿越了 就是草原又回到刚刚那座桥了 过了桥之后要搜索走 和上落走呢 大家探索一下不一样的路 到分岔路口 过好的路刚刚跑过来 跑跑野路吧 后来我还是有点探索精神的 升起来了 小心速快 休息着小亭子 休息一下 你跑了二十五公里了 今天最好还要跑过五公里 加油 好了 很多人就剩下我了 因为太阳快晒晒了 不过还是挺安全的 你看每个公园都有 不定的人在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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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再忘了 啊 啊 跑到五公里了 啊 那边五公里 打卡全崩 啊 那后面 太阳了 啊 挺美的景色 啊 啊 今天 这个偶然发现这个宝山公园 还挺好跑的 虽然呢 它是这种 土路 但其实 啊 这种土路呢 也可以给到我们 膝盖一定的缓冲 啊 也不会像这种大马路上的那种柏越路这么硬 其实呢 还挺好跑的 如果喜欢这种 自由自在的这种越野跑的感觉的话 这个公园也蛮适合的 啊 但是我刚刚也问过了 这个公园呢 啊 虽然这样一圈一圈的跑 啊 大概跑个五公里 大概是跑个三四圈左右 是可以的 也可以再迷迷跑出自己的 创意的路线 但是呢 就是没有洗手间 没有公厕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跑主要注意一点吧 好了 好女日记 今天五公里大海成功 啊 我们下期再见吧 再去发掘不一样的跑步景色 好 好 大海 好 好 i'm so glad the sun stayed